A小童玩过旋船木马吗 玩过啊 一般都是跟谁去玩 我知道 那跟旋船木马是跟谁一块去玩的呀 我都是自己去玩的 自己去玩的是吗 谁 谁心啊 相信提到陆寒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吧 陆寒作为娱乐圈的顶流明星 热度自然是非常高的 虽然陆寒如今也已经30岁了 但是自从出道以来 陆寒就凭借着自己天花板的高颜值 成功转获了众多颜值粉 然而陆寒呢 也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但是如今的人气 也一直保持在巅峰时刻 也是实属不易的事情哦 早年为了成为偶像爱豆 陆寒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他首先去了韩国 被韩国SM星探挖掘后 进入公司进行训练 最终进入了EXO团体 作为成员顺利出道 不过公司吃的回扣特别的多 陆寒有退团的想法 于是呢与SM解约回国了 他回国后与杨天真联手 开启了中国内地流量称霸生涯 陆寒回国之后 也在慢慢的向影视圈中发展 虽然出演过许多的角色 但演技却遭到了大家的吐槽 尤其是陆寒出演的电影《上海堡垒》 该影片在上映之后 可以说是恶评如潮 仅有的票房 完全就是陆寒粉丝的支持 虽然有许多陆寒的粉丝前去支持 但陆寒的演技 还是遭到了专重的吐槽 就连导演滕华涛都直言 用错了陆寒 陆寒的演艺生涯 遇到了前所有的危机 一直后来穿越火线 陆寒才搬回了一些口碑 大家都知道陆寒还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期 选择和乖思同公布恋情 也是让人非常的佩服了 而在两个人公布恋情之后就一直非常低调 也很少会在网上凶爱 但是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 让人羡慕 虽然两个人尽量的低调 不过媒体还是经常会派到陆寒 乖思同一起出去游玩 或者相互探班的画面 无不证明了他们的感情非常稳定 即便如此 之前有一段时间 网络上关于两个人已经分手的传闻 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理由是七夕他们没有互动 要知道现在陆寒和乖思同工作都非常忙 所以后来呢 双方工作室也出来辟谣了 陆寒也是一有时间就去探班乖思同 前不久曝光的照片中 陆寒非常低调的穿着跟工作人员差不多 并没有特别打扮 看起来真的是相当接地气的一个北京操汉子 当时他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乖思同 虽然乖思同看起来很忙碌 只能够趁着化妆的间隙跟陆寒聊天 但是两个人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甜的 不得不说陆寒真的是一位完美男友了 在自己行程这么忙的情况下 一有时间就去看女友 这样的贴心程度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之后陆寒录制了综艺节目五哈的时候 导演必须没收所有嘉宾的手机 给陆寒 邓超 陈赫三分钟的通话时间 陆寒呢毫无疑问的给乖思同打电话了 不料陆寒忘记关麦了 两个人对话实在是太搞笑了 陆寒在电话当中喊乖思同叫小怂 果然两个人的恋情真的是非常甜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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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分了 这过分了吧 手机 这个过分了 穿东西不行吗 收手机啊 手机要 这么狠啊 我们这个收手机的节目 完了七天可能就没有消息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